好 那我们在上课之前请大家调教动机 也就是说为了利益一切的友情 希望遭遇我的佛陀的各位 以这样的一个动机来今天听着 菩萨界的这个课程 好 那请大家看到菩萨界是 菩萨界评是第104页 那上次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 就是46种恶作当中的前23种 那接下来呢 今天就是要介绍的是 禅定的这个香味品 有三种 三种的话呢 也就是说第24、25、26条 那这三条个别呢 它就是搭配这个修 奢摩它的这个加醒、振醒、结醒 这个过程的一个过失吧 应该要说过失 好 那 104页 诵曰 不求三魔定 以余恶心非然违犯 虽不请求无违犯中 就自身友善 一并无气力 二若知彼颠倒教授 三至多稳能令心柱 或以教授先以承办所教授事 好 那第24条就是 不求三魔定之恶作 那绿也二十项当中说 不求三魔定 意思呢 这个就是说 就是在 就是学习奢摩它的这个 初级的这个阶段 也就是说 如果菩萨呢 就是正在学习 修这个奢摩它 还未成就 但是呢 他心里面呢 非常的想要学习 就是进一步的学习 能够在兴趣当中呢 兴起这个 真正的奢摩它 那今天的情况呢 如果 菩萨呢 他有机会学习 这一类的这一类的就是 这一类的就是摄摩它的这个相关的 这个教授的话呢 应该要前去师长的面前呢 就是 去受这个教授 但是如果相反的呢 就是内心 就是对于 师长的贤恨 产生显恨 或者是傲慢的 这样的心 那不肯去接受这个教授 或者是教导 那这样的话呢 它是一个不恭敬师长的一个罪 所以呢 就是犯了菩萨戒 也就是说 第二十四条 不求舍摩它 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这条呢 因为它的 梵界的起因呢 它是贤恨 还有呢 就是会老心 所以呢 它是具烦恼的这个恶作 那如果它的起因的话呢 就是 于二心嘛 也就是说 偷赖 那就是懒惰 懈怠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不惧反倒的这个恶作 那然后 虽不求无违反中 就自身有三 以自身而言的话呢 虽然呢 不求三摩地 但是呢 在三种的情况下呢 它是有开许的 那哪三种呢 也就是说 第一呢 如果菩萨呢 它就是生病了 那 所以呢 它身体没有 这个 能力 也就是说 非常的虚弱 所以 虽然有机会啊 可以去听那个课 但是呢 因为这样的情况 它不去 也是无罪的 那第二的话呢 第二的话呢 就是说 弱知 比颠倒 教授 但是如果呢 菩萨他知道 这个师长 他讲的法 在见解上呢 有错误 或者是不符合 佛法 那如果这样的情况的话呢 即便呢 就是有地方你可以去听这个 奢摩他的这个课 但你不去 也是可以的 就是无罪的 那第三的话呢 就是自多为 能令心住 或以教授 先移成半 所教授事 就是多为 令心住 或者是以教授 先移成半 这个里面呢 就是有两种的选择 那意思呢 因为啊 这个论中 他提到了这个多为嘛 如果你是多为的 这样的 自身是有多为的 这样的话呢 不去也可以 那多为指的就是说 菩萨呢 如果菩萨 他假设是 他就是心 内心呢 完全 自己可以控制 也就是说 不散乱 能够专注于 一径的 那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 已经修成了 摄摩他的意思啊 或者是 成半教授呢 成半教授呢 意思就是说 在经教当中 所教授的这个 禅定的教授 已经成半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 你啊 就是不去教授 这个摄摩他的教授 也是可以的 那在这里面的 提到的这个教授 就是摄摩他的这个教授呢 他指的 就是说 也就是说 就是师子显论师 还有莲花界 寂静论师 这些印度的智者 他们所认为 修禅定的最佳的教授 也就是说 比较标准的 比方说 就是弥勒菩萨所造的 金庄严论啊 或者是 变中观论 这个里面呢 他有提到 就是修摄摩他的 两种的方式 第一的话呢 就是按照 九住心来修摄摩他 第二的话呢 就是 行八 断五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修 摄摩他的 这样的方式嘛 所以呢 就是这样的 这些教授呢 如果 菩萨呢 他已经做到了 或者是正在 修 那这样的话呢 不去什么 听这个 虽然有机会啊 但是你不去 受这个教授 也是可以的 就是这个意思啊 好 那接下来呢 那接下来呢 就是第二十 第二十五条 就是 不舍 尽力战之 恶作 那这个呢 就是 正行的这个部分啊 也就是说 正在 正在 修 摄摩他的 这个过程 正在修 摄摩他的 过程啊 就是这个意思 那 第一的话呢 就是在 初节 就是说 正在求 这个摄摩 他的 一个阶段 那第二 二十五条的话呢 就是 已经求到了 那 他就是 正在 修摄摩他的 这个过程 就是第二十五条 也就是说 不舍尽力战 就是正在 修的 这个过程 这个 过 就是 过失吧 颂约 不舍 净律 葬 是 能 葬 净律 之五 盖 随一 生起 忍受 不舍 释然 违犯 若 未断笔 生起 欲乐 无犯如前 好 那 不舍 净律 战 那意思呢 不舍 也就是说 不去 修他的 对质 净律 战 这个 净律 的话呢 就是我们 一般在讲的 禅定 也就是 舍磨他 就是舍磨他 战的话呢 就是 修舍 舍磨他的 这个 就是 障碍 那这个 障碍呢 有五种 那简称呢 就是 五种 就是五概 应该要说 五概吧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菩萨呢 就是 正在修行 舍磨他的这个过程中呢 生起了贪欲 称慧 昏迷 调慧 以 就是这种 五概随一的话 生起这样的念头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应该是要去对质 要避免 把它遮之 但是呢 相反的 既不去对质 那然后呢 就是犯人的 让他继续下去 尝身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犯了菩萨戒 也就是说 是第十二十五条 就是 顾舍禁律战的 这个恶作 那这个 范蟹的 其一呢 因为他是 反导 所以他 具反导的 这个恶作 那这条呢 他没有 不具反导的 这个恶作 不具反导的 这个恶作 那然后再看一下 好 那接下来呢 这个五概呢 我们简单的 介绍一下吧 请帮我念一下 五概如亲有书 五概如亲有书云 毁调及称慧 昏睡 贪欲 疑 当之此五概 是劫善才贼 调举恶作 何为一概 昏沉睡眠 何为一概 此中分二 一明所 尽之概 即能隐 二如何 尽之之法 初中 贪欲者 为心爱 遇射身 等五境 随足而转 能隐持者 为于 真意可爱 镜像 非礼作意 好 那这个五概的话呢 就是在龙树菩萨的清幼书里面呢 说 调回 调回 己称慧 昏睡 贪欲 疑 当之 此五败 是劫 善才贼 就是在 这段里面呢 这个祭送里面呢 他就说明了 五概 那然后的话呢 就是拿五概呢 也就是说调具恶作 何为一概 那 昏尘 睡眠何为一概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就把它 因为藏文里面呢 他就分开的讲嘛 藏文的这个技术里面呢 他有个别的 但是呢 中文的这个翻译里面呢 他把它就是调回 所以呢 调具 还有呢 后悔 这个里面呢 就是 何为一概 就是算一概 那然后这个 昏睡 的话呢 他 本来呢 他就是 两个心法 就是 昏尘 和睡眠 但在这里呢 五概当中呢 他就是 算一个 就是何为一概 所以五概呢 他指的就是 贪欲 称慧 昏睡 吊 就是吊慧 那然后呢 乙 那这个乙的话呢 就是 然物 然物乙 就是 具反导的这个乙啊 因为呢 乙的话呢 他 有 善恶无价 都有嘛 所以这里面呢 指的就是 烦恼的这个乙 好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 把它这个 个别的 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五概 那首先呢 就是 贪欲 贪欲 你已经念完了 对吗 对对对 对对 好好 那先等一下 好 那贪欲的话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个贪欲的话呢 就是对于自己 乐意的这个对境呢 就是成心 呃 成生的一个贪爱心 那 比如说 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 呃 心呢 就是突然的 想起一些 呃 就是 散乱与这外在的 色身相畏处 等等这样的 就是想起一些 外面的这个东西呢 这些呢 是 呃 就是贪爱心 就是贪欲心嘛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要马上 想办法把它消除 折知 那第二呢 就是 称慧 称慧者 为于他欲 作不饶欲心 极损害心 能隐持者 会妄争 亦愤怒 因缘 非可爱乐 所以越异项 越异项 嗯 好 那这里面的这个 称慧啊 这个称慧的话呢 赞为呢 嗯 就是 虞性嘛 那虞性呢 我认为这个虞性呢 就是损害心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呃 一般这个称慧的话呢 就是 称慧嘛 对不对 那呃 我不知道这里面呢 为什么就是 这样翻译啊 就是称慧嘛 那不管怎么样呢 赞为里面的这个第二 这个称慧呢 他指的就是损害心 也就是说 呃 在打坐的时候呢 突然呢 内心如果 成心 就是成 就是呃 升起了 对自己呃 有一些瓜葛的 或者是呃 这样的人呢 呃 就是 生起一些损害心 想要害他 或者是等等 那这样的话呢 呃 就叫做 称慧心 也就是说 如果呢 在打坐的过程中呢 就是 产生的这样的话呢 他也就是一个 修定的一个 呃 障碍 所以呢 必须要马上 就是想办法 呃 就是消除 那第三的话呢 呃 就是 昏睡 昏沉者 为吃分所色 内心昏昧 无堪能性 睡眠者 为吃分所色 心急 魅略 能引此二者 为 心 昏思为黑暗之相 无光明相 好 那这个昏睡 那这个昏睡的话呢 这个里面呢 有两种的心索 那昏睡盖 就是 何为一概嘛 所以呢 首先这个昏尘的话呢 呃 内心 内心 昏 昏 它是什么呢 贪嗔痴当中的 吃的一部分 它是属于吃 就是三度当中的这个吃啊 那 那昏尘的话呢 它主要指的就是在打坐的时候 呃 应该呢 就是我们的心 将心呢 就是要专注为一镜 就是 要专注一镜嘛 这样打坐嘛 对不对 但是这个时候呢 身体 就是觉得沉重 那然后呢 对这个对镜的显现 也比较不太清晰 就是 好像呢 呃 落下了一些 就是在内心呢 呃 落下了一个什么 掉下了一个黑暗一样 就是这样的 不太那么清晰 那这样的时候呢 就叫做什么 就是呃 长生的这个什么 呃 昏尘 那这个昏尘的话呢 最主要呢 就是身 沉重 心 在对镜上呢 不太清晰的 这样的一种 呃 心态呢 就叫做 昏尘 那这个也是 呃 修舍魔 它的一个障碍 那睡呢 睡面呢 大家都知道 就是想睡觉嘛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呢 呃 第四就是 四 调毁 调毁呢 这里面呢 有 连种的新手 就是调剧 还有呢 呃 后毁 就是有连种 那首先就是调剧 调剧者 调剧者 为贪分 所色 不及 敬相 要继续念吗 那继续念 恶剧者 调剧者 为心生 忧悔 能引此恶者 为因亲属国土 不死寻思 即随意念 习所经历 细笑 欢愉 所行之事 嗯 好 那调剧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个调剧的话呢 它是一个散乱心 那如果在打坐的过程中呢 心散乱的话呢 我们的心呢 根本它静不下来 也就是说坐不住了嘛 对不对 就是东想西想的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散乱心啊 那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话呢 就是要必须 把它什么呢 消除 也就是说要对质 要修这个质啊 就是用什么呢 正念和正知 那所以呢 这个调剧的直接对质呢 就是要修正念 那然后 这个后悔的话呢 后悔呢 就是为了自己的所做的事情 或者是没有做到的事情 而感到懊悔 那这个后悔的话呢 他有善也有恶 意思就是说 有善恶连种 不一定是善 也不一定是恶 那善的话呢 也就是说 自己所做错的这个事情 或者是行善 行恶 对于这样的事情呢 就是后悔的话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是善 那如果呢 自己所做的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 对于自己的这个善事呢 感到后悔的话 那他就是一个恶 那这里呢 就是指的就是第二种 也就是据烦恼的 就是后面的这个 对于自己的这个修行呢 就是感到后悔 所以这个这里面呢 就是调回 他指的呢 就是心不仅是平静不下来 而且呢 就是提心吊胆的 就是自己所修的这个法呢 感到后悔见的 那这个呢 也是一个修定的 这个障碍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第五 第五个盖 也就是说 以 就是以盖吧 以者 为于三世 唯有 唯有唯无 即于三宝夜果四地 由欲猜渡 能引持者 为三世法 即原笔法 非礼作义 嗯 那这个乙的话呢 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乙呢 对于这个三世 也就是说 过去是啊 现在是 还有呢 也就是说 前世 今生 来世 对这些呢 就是 就是以为呢 就是有没有前人 后世 等等这样嘛 那然后对于三宝 然后呢 叶英国 就是诚心的这个怀疑 犹豫嘛 但是呢 在这里呢 他指的就是 在修禅定的这个过程呢 如果自己呢 已经锁定了这个 所修的法类 就是正确的一个法类 那然后呢 啊 已经掌握了他的 所修的 啊 这个什么 次序 那然后呢 啊 就是他的次第 那然后修行的方式 等等 这样的话呢 就是不应该去怀疑的 但是呢 虽然自己已经掌握了这些呢 但是呢 还是在犹豫啊 就是我如果建修的话 能不能修成 能不能成就这个 摄魔他 等等 这样的怀疑呢 就是啊 修定的一个障碍 所以呢 这个就是第五个 啊 就是以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哎 这个他有一个 开许啊 有没有 是啊 下一段没有开始的地方 但是有一个红线 远离正义及损减值 那开始要从 如何对峙这里吗 不是啊 先等一下 若为笔断 升旗 欲乐 无犯如浅 对 上面有啊 你看 大家看一下 若为 断笔 升旗 欲乐 无犯如浅 啊 这个还没有讲 那这个就是 啊 开始的 也就是无罪的 有一个 那这个呢 他就是在 一个情况下呢 一种情况下 他是无罪的 比如说 嗯 比如说 菩萨呢 他自身 这个五概很严重 沉重嘛 嗯 但是呢 他心里面呢 就是非常的想要 消除这些五概 但是意识呢 没有办法断掉嘛 那 内心呢 啊 但是呢 在修的时候 他就是 内心呢 啊 就是已经感觉到惭愧 那 不断地想要改变 就有贱的心思的话呢 啊 就是 无罪的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 啊 就讲这个 第二十六条 建位净律德之恶罪 宋约 建位净律德 是 若自相续生净律时 爱着其味 于爱 为喜乐等 建为功德 释然违犯 若为断笔 生起欲乐 无犯如全 好 好 那二十五条的话呢 建位净律德 建位 啊 建呢 啊 就是 对于这个 嗯 嗯 建的话呢 就是长身的意思吧 应该是 或者是 视为 那 位呢 就是 对于这个 啊 射魔 他的一个 功德 那 建位的话呢 就是 想要 享受 射魔 他的这个 功德 那这样的话呢 也是一个 他 他也是 一个 恶作 那 那意思就是说 嗯 如果 菩萨呢 他已经 成就了 这个 射魔 他 那 啊 啊 已经有了这个 真正的 射魔 他的话呢 啊 菩萨 啊 啊 菩萨应该他要怎么做呢 就是 为了自己的这个 射魔 他呢 就是 呃 持续 然后呢 并且就是增长 就是不让他退失嘛 而且呢 让他增长 所以呢 要避免 四种的烦恼 但是呢 如果菩萨他相反的 就是修到了这个禅定之后呢 他以为啊 就是已经 修到了一个什么 最大的一个道德功德 那并且呢 就是 想要什么 嗯 这个里面 建位呢 也就是说 产生了 对于这个 所升起的这个 啊 禅定 享受的 这样的一个 贪爱心 那然后呢 啊 这样的话呢 对于这个 产生了一个什么 就是 执着心嘛 也就是 贪爱心 所以呢 这个也是 犯了菩萨戒 那这个呢 就是在说明啊 假设呢 我们 已经修成了 这个 这个 身我他的话呢 不应该对于 这个身我他 产生贪爱心 就是要避免 还是要避免 这个 执着 或者是 贪爱心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 第二十六条 也就是说 见味 尽律 的 这个 恶作 因为呢 这个 产生的原因 它是一个 烦恼 什么烦恼呢 它是一个 就是 脚慢心 而产生的 所以呢 它是 具烦恼的 这个恶作 那然后呢 然后的话呢 就是 若为断笔 升级 欲乐 无犯如前 那这个跟上面一样 就是 若为断笔 升起 欲乐 因为这个 菩萨呢 如果呢 就是 他的这个 反导心 比较的 沉重 那虽然 他就是 心里面呢 非常的 想要 断住 这个 贪爱心 但是呢 意识 没有办法 断住 但是他 心里面呢 还是 有这个 想要断出 要尽量的 想要做到 断出他 对于这个 舍磨他的 他爱的 这样的心思的话呢 就是 无犯如前 也就是说 他 没有罪的意思啊 就是 有开许的 因为这个呢 就是他自己的 自身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 反导比较严重嘛 所以呢 他意识是 没有办法改变的 那 那 然后的话呢 嗯 这个就是 结醒的部分啊 结醒也就是说 已经升起 舍磨他 舍磨他之后 那怎么做 这个之后呢 过程 有什么过失 有什么过失 你要避免 有什么障碍 你要避免 那最主要呢 就是升起 这个舍磨他之后呢 最主要的障碍呢 就是 对于这个 舍磨他 会产生贪爱 就是想要什么 享受这个 舍磨他的这个滋味 就是这样的一个 贪爱心啊 这个也就是 舍磨他增长的一个 障碍吧 应该要这样说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 智慧的这个 相为品 智慧的相为品呢 有八条 从宋约开始念吧 我没有做记号 所以前面有一小段是不用念的 宋约 有志 从这里 对对对 宋约 有志法 琴笔 藏文 为事 染为犯 是 现有菩萨 常可 勤修学 而一切 气舍 余生文 余生文藏 精勤 修学 小胜法杖 小胜法杖 哎 你是在念 现在上面的指出了 上面那个指出 毁谤生文圣 可是我们好像漏掉那个 宋约 毁谤生文圣 我们好像漏掉它了 宋约 毁谤生文圣 就是从这里开始念 我没有做记号 那从这里重新开始念 宋约 毁谤生文圣 是若起如是剑 利如是论 菩萨不应听声文圣 相应法教 不应受此其文 不应修学其义 听文受此修学 全无异故 是染为犯 好 第二十七条的话呢 就是 毁谤生文圣 毁谤生文圣 的这个恶作啊 那毁谤生文圣的话呢 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 这里面呢 它跟这个 根本堕第十三条的 毁谤生文圣界呢 就是有一点区别 那在这里的话呢 菩萨呢 自己认为啊 就是大圣的行者呢 因为他就是大圣的行者嘛 就是认为自己 就是大圣的行者 所以呢 何必修学 就是说 不需要修学 就是不需要什么呢 修学这个小圣的法 那如果呢 大圣的菩萨 已受过菩萨界的 菩萨的话呢 他相续当中 产生了这样的见解 并且呢 为他人言论 也就是说 我们是大圣的行者 不需要什么 学习 小圣身为的这个经典 也不需要接受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 也就是犯了菩萨界 就是第二十七条 毁谤这个 身为圣的这个恶作 那这个 就是犯界的这个奇因呢 因为他是轻慢 也就是自以为是的 对不对 所以他是一个 脚慢心而成生的 所以呢 具烦导的这个恶作 那这条的话呢 他没有什么 不具烦导的这个恶作 那然后 好 那继续念吧 此事万职诸小圣 此事万职诸小圣人 于声闻甚须听闻等 菩萨不虚 非是毕竟 谤生闻甚 故与谤 别泄托之根本 最有大差别 嗯 好 那这里呢 他就是提到了一个差别 因为呢 菩萨根本多的第十三条 第十三条的话呢 也就是毁端什么身 别解脱戒 就是别解脱戒嘛 毁端别解脱戒 和在这里的毁端身为圣呢 就是这两种的这个区别啊 那在这里的话呢 就是万职诸小圣 就是万职诸小圣 小圣人 于身为圣 须听 听为等 菩萨不虚 也就是说小圣的这些经典呢 是小圣他自己要听的 那大圣的菩萨呢 根本不需要听为这些 也就是说 他只是 缝纫菩萨 他自己不需要修行 这样的而已啊 并不是完全的缝纫 修小圣的这个法 能够解脱 他没有这样的 那但是呢 在第十 根本多的这个第十三条的话呢 第十三条的话呢 他是完全缝纫 修小圣的这个别解脱戒 也就是说 如礼的手 就是什么呢 如礼的这个什么 就是 持这个别解脱戒的话呢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 什么 就是解脱 就是完全缝纫啊 修小圣的法 是没有办法解脱的 就是完全这样缝纫的 所以呢 这里面呢 这两种的 戒条的区别呢 就是这样的 那 再简单来讲的话 在这里的话呢 就是认为大圣的行者 他不需要 听为小圣的这个法 见仅此而言 并没有缝纫 小圣的法 是能够解脱的 但是呢 在根本多 第十三条的 舍弃别解脱戒 这个里面呢 他是完全的缝纫 以小圣的 清静的别解脱戒呢 就是能够解脱 就是完全缝纫的 所以呢 这两种的区别 应该是这样的 那然后的话呢 他有 最后那个一行看一下 若大圣人一向爱乐 身为圣法 为这比喻 令乐大圣 则无违犯 那这个呢 就是开许的 也就是说 在一个情况下呢 他是有开许的 比方说 大圣的这个 菩萨呢 他就是正在专门的修学 这个大圣的 大圣法 等一下 这个 那然后 那然后呢 未必遮遇 也就是说 因为他 对于这个大圣呢 就是 就是专修这个大圣嘛 所以呢 他觉得 就是研究 还有阅读 这个小圣的 一些经典呢 这样的话呢 他就是担心 受到什么呢 修大圣的这个法的 这个影响 影响嘛 所以呢 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思的话呢 就是不学 小圣的这些的话呢 也没有什么的这个 就是恶作的意思啊 所以这个呢 也是一个开始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第 二十几条 第二十八条 就是 有自法 请 比 之恶作 宋约 有自法 请比 藏文为事 染为犯 是 现有菩萨 藏 可勤修学 而一切气舍 于生文 藏 精勤 修学 是染为犯 须 大圣 精 尽不废 兼学 小圣 法 藏 好 那这条的话呢 我们从字面上可以看出来 有自法 就是明明自己有修大圣的这个法 请比 还是 舍弃自己的这个法 那然后修其他的 那这样的话呢 也是一个恶作 所以呢 就是有自法 请比 那大圣的菩萨呢 先等一下 现有菩萨 藏 可勤修学 而一切舍弃 于生为精 修学 是染为法 对啊 他明明有自己 可以修大圣的这个精湛呢 可以修学 但是舍弃这些 那他呢 就是一向修于这个小圣的这样的话 小圣的这些法类的话呢 也是 犯了菩萨界 这个就是第二十八条 那这个呢 他没有什么开许的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第二十九条 就是 情非情外论之恶作 宋约 情非情外论 是 现有可经言之佛教 未经研究 而于自教 不情研究 反于 不应专就之 意论 外论 精情修学 是然 违反 言外论者 钻事说 为外道 因明 声明 等论 前界 所应 所应 情修之事 为菩萨 葬 此界 总 说佛教 情非情外论 情呢 就是 精情 也就是说 学这个 不该学的 这个 外道的 一些论文吧 应该是这样说 那这里呢 就是论的话呢 它就是指的 就是外道的一些 英明 还有呢 声明的 这些论点 好 那现有可经的 经验之佛教 未经 研究 那 而与 自教 不勤研究 凡与不应 专就之 意论 外论 意论 外论 那 精情修学 是然 无法 好 那同样呢 菩萨呢 它明明 也就是说 自己呢 本来就有 学习这个大圣的精湛的条件 就是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呢 舍弃 不肯去学 那反而呢 去学习一些外道的 不正确的这个 英明 英明 学 里面的 理论啊 这样的 那这样的话呢 也是犯了菩萨戒 犯了菩萨戒 就是第二十九条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它是具反导的这个恶作 没有不具反导的这个恶作啊 这个好像 这个好像 一向深迷 嗯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是 这个无罪的这个部分啊 无罪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有在无种的情况下呢 就是无罪的 也就是说开许的 就自身者 未若尚聪明 若能速受 若经久时 能不忘失 若于奇异能师能达 若于佛教如理观察 成就巨行 无动学者 于日日中 常以二分经学佛语 一分学外 则无违犯 上聪明者 未少许时 便能纪念 最圣子云 能诗意者 未会通力 能达意者 未会明了 如理观察者 未聚生大会 能速受者 未能速学 好 那 就自身者 未若善 聪 迷 若能 速受 若今九十 哪 不失万 那这个呢 里面呢 他又提到了 五种的这个开许 那五种开许呢 我就 一起讲 第一的话呢 如果 菩萨呢 他就是比较 非常的聪明嘛 就是 应该是一个 立根者 立根者 那立根者的话呢 他就是 可以在短时间里面呢 能够 将自己想要学习 外道的这个书籍的内容呢 可以在短时间里面呢 他可以学得到的 有见的 聪明 的 能力的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 这样的菩萨的话呢 他在这个 学大神的 过程当中呢 也可以去研究 或者是 或者是去学习一些 因为呢 就是 就是 弘法立身的这个需要嘛 可以去学一些 外道的这个 去读 可以去读 外道的这个什么 书籍 那第二的话呢 那第二的话呢 嗯 嗯 第二的话呢 如果 菩萨呢 就是 对于这个 大神的法 有深度的这个羞耻 也就是说 嗯 但是呢 这个佛法呢 他有一个 坚固的一个羞耻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 为了方便 弘法 那可以去学一些 啊 什么 外道的这个 啊 英明学里面的这个理论啊 等等这样的 因为呢 他 对于这个大神的佛法呢 有深度的这个羞耻 所以呢 很坚定 很坚定的 所以呢 学一些外道的这些英明类呢 对他来说 啊 就是不会影响 不会 动摇 他的这个 修大神的这个法 所以呢 这样呢 也是开许的 那第三的话呢 啊 如果 菩萨呢 就是 修行 已经是很久 那然后呢 也对于这个大神的法内呢 就是 啊 有深度的了解 那他的这个记忆力的话呢 他是 很深 也就是说 啊 他比较呢 不会 万事 就是记忆力很强嘛 那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菩萨 如果菩萨呢 有这样的一个 啊 就是 记忆力 就是 很坚固的 这样的菩萨的话呢 就是 抽一些时间去学习 外道的这个 啊 英明类 里面的理类啊 等等这样的 也就是说 就是 为了弘法 就是 啊 度化众生嘛 这样的所需 所以呢 也就是 也不会什么 啊 犯这个菩萨的戒 那第四的话呢 如果菩萨 这个里面呢 应该要 说什么 菩萨呢 就是不仅 他有 对于这个佛法呢 有 啊 思维的 有深 就是深度的 思维的能力 而且呢 已经深入了 这个佛法的 理类的这个内容 就是最深的 那如果菩萨呢 如果是建立一个情况的话 也就是说 他修学这个 大圣佛法呢 已经到了建立一个程度的话 那为了众生 就是度化众生啊 所以呢 他去抽一些时间 学外道的这个理论的话呢 也是开许的 也就是说 可以去学的意思啊 那第五的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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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以日日中 也就是说 菩萨呢 就是为了这个 弘法立身啊 那 就是弘法立身的这个所需呢 所以他在一天当中呢 如果需要的话呢 就是可以 抽三分之一的这个时间 可以去演阅这个外道的 这些书 书本啊 但是呢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超过三分之一的这个时间 那把三分之二的这个时间呢 一定要 必须要放在什么 就是修学 大圣的这个佛法的 这个上面 就是时间要放在这个上面啊 那如果呢 这样的话呢 就是为了就是方便利益中心的这个所需呢 抽出一些三分之一的时间去圆越这个什么 外道的这个 什么理论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也是有开许的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第三十条 宋约 经情赋爱乐 是于意道论及诸外论 依上借鬼 研究善巧 然应如心要 虽非所爱 为利他故而相惜尽 若不如是 切心饱完 赐责爱乐 后腹未卓 自然违犯 好 经情赋爱乐 那于意道论及诸外论 依上借鬼 研究善巧 这个呢 好像他就是在说 好 好 应该是这样的 上面这个第二十九条 那这些呢 他有提到 一般来讲的话呢 菩萨呢 他不许 不允许 学这个外道德 英明学啊 生意义学这些的就是 内涵的一些理论嘛 就是不正确的这些理论 但是呢 就是为了 这个弘法 或者是利益中心的 这个帮助中心的 这个所需呢 或者是要调伏对方 就是 有情众生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可以去 学一些 世间的理论啊 或者是 外道的一些 理论这个部分 但是呢 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有一个 过失 就是有一个过失嘛 对不对 比如说 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不应该就是比较 很喜欢的 就是 很喜欢的这个态度 去学习 这个外道 或者是世间的一些理论 那因为这样的话呢 就是比较挺喜欢的 比较善心的 或者是 比较什么呢 就是 随喜的 那这样的去学的话呢 那他的过失呢 是什么呢 那这样 时间长的话呢 就是会 怎么讲呢 会受到这个什么 慢慢慢慢的会影响到 他对于这个修 大圣的 这个法的这个什么 就是影响 受到会这个影响 就是 这样 去挺喜欢的这个态度 来去学习的话 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这样的话呢 也就是说 这个呢 他总结的话 就是用简单的来讲的话呢 就是菩萨呢 他为了利益 从谁呢 可以去学一些世间 或者是外道的 这个英明学 内涵的这些能力 理论的这个方式 但是呢 就是 不能用挺喜欢 或者是随奉的 这样的一个态度 来去学习 这些书籍的内容 那这样的话呢 会犯了菩萨戒 也就是说 第三十条 精请 父爱 精请呢 就是特别的去精进的 意思吗 那然后呢 父爱的话呢 比较挺喜欢的 这样的态度 这个就是恶作 也就是说 去反倒的这个恶作 好呢 接下来的话呢 第三十一条 毁谤大圣法 的这个恶作 诵于毁谤大圣法 是 并菩萨战士 然违犯 犹文何事 而诽谤 也 未由听文 菩萨战中 宣说 圣身 真实 法义 或佛菩萨 难失 神力 不生 信解 真被毁 并 生意 生境 名曰 圣身 非二 圣境 名罪 圣身 言真实 法义 或难 神力者 显随 毁 毫 并生 广 一分 为 恶作 罪 好 毁谤大圣法 毁谤呢 大家都知道 那然后 毁谤什么呢 大圣 也就是说 菩萨战 大圣的这个 金战 如果这样的话呢 就是 人 为 犯 那这里呢 天尾 菩萨战中 宣说 圣身 真实 法义 或者是什么呢 佛 佛菩萨 难思 神力 不生 信解 那这里面呢 就是 毁谤 菩萨 毁谤 大圣战 的这个 大圣法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大圣法呢 他指的就是说 在菩萨 金战 当中呢 提到的 圣身 法 比如说 无我 空性 等等 这样 还有呢 就是 佛 菩萨的 有一些 不可思议的 就是 神力 那然后的话呢 那然后呢 就是 随显 肥谤 深 管 一分 为 做 为 恶 做 罪 那 还要 还有一个 广 就是 广心的 这个部分 不仅是 圣身的 这个内涵 还有呢 广心的 这个内涵 那广心的 内涵的话呢 当然是什么 大悲心啊 还有呢 就是 菩提心 等等 这些 这样的 就是 大圣的 道功德嘛 那这个呢 就是 简单的 表达的话 第十三条的话呢 就是 如果大圣的 菩萨呢 诽谤 大圣的 金藏当中呢 所提到的 也就是说 大圣的 金藏的 所权 圣身法 或者是 广大法 随意的话 那就是 犯了 菩萨界 这个就是 第三十 一条 诽谤 大圣法的 这个 具恶作 具反导的 这个恶作 那这个的话呢 他没有 不具反导的 这个恶作 那然后的话呢 诽谤 有事 这个呢 我们就不讲了 诽谤 有事的话 就念这个 无罪的部分吧 如是正行 虽不信解 如是正行 虽不信解 然不诽谤 则无违犯 好 那有一种的情况下 是无罪的 那什么样的情况呢 也就是说 菩萨呢 虽然对于这个 金藏的内涵呢 就是 很难生起 性解 或者是 不能深入的了解 不能深入的了解 也就是说 如果菩萨呢 就是对于这个 大圣的佛法 里面所提到的 圣身和广大的 道磁地的这个 部分呢 他没有办法 进一步的去 深取圣洁 或者是 没有办法 深入的了解 因为他的这个 根性的这个 就是缘故嘛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他就是 怎么讲呢 就是保持中立的话 就是保持中立的话呢 就是保持一个中立的 这样观念的话呢 也是无罪的 应该是这样吧 看一下这个 那意思就是说 菩萨的话呢 应该对于 这个大圣的圣身和广大的法呢 一般来讲的话 你必须要有一个 性解 就是至少 要对于这个法呢 要生起一个性解 但是呢 对于自己的这个自身 是顿根者 就是难以理解 这个内行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是保持中立的话 既不信解 又不诽谤 那这样的话 保持中立的话呢 也是无罪的意思啊 这个无罪 应该是这样吧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是 哎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 第几条 而这里面呢 我们还要讲一下这个 还要讲一下 这个里面没有 就是讲一下这个吧 我们上面呢 就是在讲根本多的时候呢 它不是有第四个根本多的话呢 就是诽谤大圣法吗 所以说 在根本多里面呢 也有一个诽谤大圣法 那恶作当中的 第 第几条 第三十一条 对吗 就是这个就第三十一条吗 也就是诽谤大圣法吗 所以说 这个根本多的诽谤大圣法 和恶作的诽谤大圣法 的这个区别的话呢 在根本多的诽谤大圣法呢 就是诽谤了整体的大圣的圣身和广大的这个法 但是呢 但是呢 在这里的话呢 诽谤的不是整体的 它是随一 那也就是说 这两条的话呢 它诽谤大圣法的 诽谤的对境都是一样的 就是大圣的法 圣身和广大的这个法 但是呢 在根本多的时候 因为是这个是比较严重嘛 所以呢 就是诽谤了整体的 也就是说 圣身和广大 这个两种的大圣法呢 都诽谤 所以呢 它就是一个根本多 也就是会坏掉这个菩萨迹啊 那恶作呢 它比较轻嘛 所以呢 就是随一 恶作的这个诽谤大圣法的话呢 诽谤就是随一的 就是 里面呢 就是随一的 所以不同的这个差别呢 就是在这里 在根本多的诽谤大圣法的时候呢 就是 连者都诽谤 那恶作的这个诽谤大圣法 它是一个随一 而不是整体的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第32条 自杖 而毁他的 就是自杖毁他的 这个恶作啊 颂曰自杖而毁他 是 有染爱心 有称慧心 对他人所自杖毁他 是然违犯 有染爱心者 心书即 传世 说为 较罪心 即是慢心 罪圣子 说为 我爱之心 一同较慢 故与他 胜处罪 有大差别 嗯 自杖毁他 有染爱心 有称慧心 对他人所 所什么呢 自杖毁他 是 然违犯 好 好 那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 嗯 还有 他说 我爱执心 我同较慢 故与他胜 他胜处 处罪 也有大差别 因为啊 那根本多的第一的话呢 他是自杖毁他嘛 那在这个轻度 也就是说 恶作当中呢 也有一个自杖毁他 就是这条就是自杖毁他 所以就是再讲这两者的这个区别 好 那我们首先呢 嗯 就是说一下 自杖而毁他 那在这里的自杖毁他呢 就是如果菩萨呢 他以 较慢心 赞美自己的功德 而毁灭他人的过失的话呢 就是犯了菩萨戒 也就是第32条 自杖毁他的这个 具反倒的恶作 那这个的话呢 这条呢 他没有不具反倒的这个恶作啊 那然后的话 这两者的区别的话呢 嗯 这两者的区别的话呢 就是根本多的第一条自杖毁他 还有这条 就是第32条自杖毁他呢 他们的最大的这个差别呢 根本多的这个自杖毁他呢 他是自杖毁他的目的 或者是他的所谓呢 就是利养功绩 这是这是自求利养功绩吗 他的这个动机或者是所谓啊 就是这样的 而恶作当中的这个自杖毁他呢 他没有利养功绩的这样的动机啊 他只是什么呢 升起了傲慢心 而自杖毁他 就是这样 所以呢 他们的目的和动机的这个部分呢 就有区别 根本多的自杖毁他呢 就是自求利养功绩 而自杖毁他 那在恶作的自杖毁他呢 就是只不过是 产生了傲慢心 而自杖毁他 就是这样而已啊 好那接下来呢 就是这条的这个 无罪的这个部分 有三种 就是有三种的情况下 是无罪的 又虽自杖毁他 而无违犯中 就所为有三 一若为助持如来圣教 而欲吹服外道之时 二若为方便调笔笔 三若为令他 为净性者发生净性 以净性者背负增长 那这个的话呢 就有所谓 就是这个目的啊 目的呢 就是第一 若为助持如来圣教 而摧毁 而摧腹外道之时 那第一的话呢 就是如果是为了 弘扬佛法 也就是说 在弘扬佛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有时候 就是要说出一些什么 佛法的这个圣身的 也就是说 优点 就是这个时候呢 会有一些傲慢心嘛 对不对 自赞毁他 这个字的话呢 字就是佛教 他的话呢 外道就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 为了佛法 弘扬佛法的这个所需呢 就是自赞佛教 这样的话呢 也不会什么 就是 犯这个菩萨界的意思啊 也就是说 就是开许的 因为这个圣教的 就是 救主的这个目的嘛 就是所需 那第二的话呢 就是若为方便 调 什么 调比伏比 调比伏比 也就是说 为了调副对方 那然后呢 如果是需要自赞毁他 那这样的话呢 也是什么 有开许的 那然后第三的话呢 就是若令 若为令他 为尽性者 发生尽性 以尽性者 为福增长 那第三的话呢 就是若果菩萨呢 他的动机呢 就是 不是这样一个傲慢的 这样的心啊 他只不过是 是想对方 也就是说 想这个他人 对方呢 对这个佛法 深情 尽心 尽性 或者是已深切的 这些佛教徒呢 让他 这个信心增长 那这样的 如果是 有必要的话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可以自赞 就是自赞毁他 也就是说 自赞的话呢 就是 现在我修的 这个大圣的法 或者说 佛法呢 就是非常的有 有效 那然后呢 就是什么什么 等等 就是讲出一些 自己所修的这些 就是功效 或者是 佛法的这个优点 等等这样 那然后呢 这样的话呢 也是开许的意思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第33条 不往听闻法就恶作 宋约不往听闻法是 文他说法论意抉择 由焦慢心及二种心 而不往听是然违犯 由于恶心而不往听非然违犯 好 那不往听闻法 闻他法论意抉择 由焦慢心及二种心 焦慢心 二种心的话呢 就是嫌恨和慧恼 这两种吗 好 那这条的话呢 就是说 不往就是不去的意思 天为佛法 意思呢 就是如果菩萨他知道 或者是得到了消息 在某一个地方呢 就是有巨隔的法师 或者是善师啊 有演讲这个佛法 或者是研讨佛法的消息 他已经得到这个消息的话呢 就是你要去听佛法 或者是去研讨的意思啊 但是呢 菩萨就是相反的 他就是自己 以为是 什么呢 也就是说 已经是什么呢 大圣的这个菩萨嘛 对不对 也就是说 自以为是的 就有这样的一个傲慢心 或者是嫌恨 或者是什么呢 会脑 这样的一个心态 然后呢 不肯去听闻佛法的话 那就是犯了菩萨戒 也就是说 第三十三条 不往听闻法 这个就是具反导的恶作啊 那如果呢 这个犯戒的起因 它的原因呢 就是难度 那然后懈怠的话呢 就是不具反导的这个恶作 那这条呢 它就是在教我们 就是在说 就是教我们 如果自己呢 就是得到了消息 或者是啊 知道某一个地方 有施展说法的话呢 就是要去的意思啊 你要去听闻 除非呢 就是有特殊的情况 就是下面会讲到特殊的 就是有八种的情况下 那不去呢 也是有开许的 虽不往听 无违犯中 就自身有其 一若未觉知 说正法 等二若并无力 三若知搞 说 四若知其法 是述所闻 所持所了 五若自多闻 聚足闻 此若其闻 即即 六若为无间于尽 住心引发圣定 七若会持顿 于心文法 为寿为持 为于所缘 设心令定 多闻等三 为闻知究竟 难受等三 为闻思修 就所为有意 为将故说法思心 好 就自身有七 以自身来讲的话呢 有七种的这个开许 就是在特殊的情况下 就所谓有意 以所谓来讲的话呢 有一种的情况下 就是有开许的 所以呢 总共有八种的情况下 是 我们虽然得到了 或者是知道 某一个地方呢 有 某一个地方呢 也就是说 不是在国外 这个是去不了嘛 对不对 就是没有办法 就 不是说 你想要去 就是可以去的 这样的 就是在自己的附近 或者是在 应该是这样吧 对不对 不是那么远的地方 虽然呢 知道 有什么 有讲佛法的上师的话呢 就是要去 但是呢 在地 有八种的特殊的情况下 是有开许的 那这个八种的话呢 第一的话呢 如果菩萨呢 就是知道 这个上师 他所讲的这个语言呢 就是听不懂 也没有什么翻译的人 那这样的话呢 不去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 在一个道场里面呢 就是用 你就是知道 有一个师长呢 就是要说法 但是他讲的这个语言的话呢 是英文 也没有什么中文的翻译 或者是藏文的翻译的老师的话 那自己不懂英文怎么办呢 这样的情况下 是有开许的意思 就是这样 那第二的话呢 菩萨呢 就是如果生病了 身体虚弱 那这样的话呢 没有办法去嘛 第三的话呢 知道这个法师呢 他所讲的这个内容 也就是说 你知道他所讲的内容 他平时呢 在讲的这个佛法 是不正确的 不符合佛法的话呢 你不去也是可以的 第四的话呢 如果呢 这个师长他讲的法 你已经是听过了好几次 或者是你常常在听 并且呢 已经知道了其中的这些内容 就是已经学到了嘛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呢 在听 对你也没有什么 就是 什么呢 比较这样的帮助嘛 所以呢 不去也是可以的 那第五的话呢 第五的话呢 就是师长所说的这个法 对师长所说的这个法 你已经听过了好几次 那并且呢 这些法类呢 就是你已经是在修行当中 就是受持的这个当中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你不去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 我们在修上世道的这个菩提心的时候呢 就是说 你已经彻底的了解了 也就是说 掌握了这个菩提心的 他的体性 还有呢 就是修行的次第 然后等等这些呢 就是关键的都已经 就是搞清楚了 那然后呢 已经是在修行当中 那这样的话 也听过了好几次 对不对 这样的话呢 就是你虽然知道呢 就是旁边有 这个师长讲菩提心的这个部分呢 不去也是可以的 那第六的话呢 第六的话呢 这个呢 就是说 若 若为无间与尽 助心引发圣定 已经是发起了殊胜的禅定 那然后呢 你也是在修定的当中 修 奢摩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就是正在修的话呢 就是最近 这是自己呢 在修这个禅定的这样的时候 当你听到 那虽然你听到那边旁边呢 有什么讲法的 讲法 这里的讲法呢 就是要看当下的 就是讲这个什么 射魔他的话呢 就是射魔他 等等件的 那这样的话呢 你也不需要听 不需要去 为什么呢 那也有可能呢 就是反而会影响到你修定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不去也是 什么 就是 开许的 那第七的话呢 第七的话呢 应该是说是顿根者吧 如果自己本身是一个顿根者 那 你即便呢 去听了 但是呢 也听不懂 会听不懂 那然后呢 更何况呢 就是 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 还有呢 也没有办法 思维这样的能力的 也就是说 不管是文 思修 在 任何的一个方面呢 这位菩萨呢 这位菩萨呢 就是没有办法 的话呢 修学的话 那你也可以不去听这个什么法 比如说 我们今天呢 就是 知道呢 有一位法师 在那边 就是他有安排 讲一个空性的 法内的这样的一个 消息的话 那就要看自己啊 就要看自己 如果是自己呢 就是顿根者 这位菩萨呢 就是顿根者 那尤其呢 你去听的话 根本 自己知道 听不懂 听不进去 这个 空性的 那也没有办法 去思维 空性的 没有能力 那这样的话呢 你去也就是 不如不去嘛 对不对 所以真的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 顿根者的话呢 不去也是开许的 不需要去的 但是呢 西藏呢 他有一个习惯 你不管是 听懂 或者是听不懂 他都会去的 因为呢 我们有一个 这样的说法嘛 就是即便呢 听不懂 或者是没办法思维 但是呢 可以在自己的 这个世田当中呢 可以种下一个 佛法的 就是习气的 这个种子 那希望呢 这个种子呢 可以的话呢 就是在今生 能够觉醒 就是 觉悟嘛 对不对 能够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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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是 听懂这个 佛法的 内容 也就是说 空性啊 还有呢 菩提心啊 等等这样的 那如果呢 在今生呢 没有办法觉醒的话呢 就是希望来生 来生呢 在这个 前世 在这个意识 我们的世田当中 种下的这个习气呢 再来世呢 他可以慢慢慢慢的 就是觉醒 就是所以呢 这样的人呢 他有 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或者是习惯 不管是你听懂 或者听不懂 他都会去 参加这个法会的 就是这样 所以呢 就是我的意思呢 各位就是 如果希望这样的话呢 也可以去听的 也就是说 希望能够在自己的这个 世田当中呢 种下一个佛法的习气 那这样的话呢 也可以去听的 好 那第八的话呢 第八的话呢 第八的话 它就是 就所谓有意 若未将护说法实心 就是保护说法善失 这个是所谓的这个部分呀 也就是说 为了保护说法 指的这个心情 就是打乱他的心情嘛 对不对啊 那这样的话呢 不去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呢 比如说 我也就是想不出来什么例子 那不管怎么样呢 就是意思就是说 如果呢 这位菩萨呢 去听那个师长的 法的话 他会影响到 说法者 的心情 或者是等等 不管怎么样 会影响到的话呢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是为了保护这个说法者的心情 或者是这样 避免对他的影响 所以呢 不去听闻他的佛法 也是有开许的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智慧的相伪品 最后的这个相伪品 第三十四条 回诗但依为 这个恶作 回诗但依文 是若于说法 普特切罗 故诗轻悔 心不自成起 大思想 善知思想 身不恭敬 喝则 吃笑 恶言 调弄 乐酌 我言此 但依于文 非重正理 不依于义 自然违犯 好 回呢 就是毁伴 毁伴的意思 是施展 但依文 依文的话呢 再提到这个依文的话 文就是词的意思 言此 言语 这个 依文 也就是说 在四一 不四一 这个理念呢 他有提到 一一 不一语 就是我们听法的时候呢 这个态度的话呢 不能 不能 依人 而不依法 也不能 依于 而不依意 这样的 就是听法的这个态度呢 应该要有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应该要是什么呢 就是 依法 不依人 依意 不依于 应该要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态度啊 但是相反的菩萨呢 他就是 一语 而不一语 比如说 比如说呢 当菩萨呢 在上师的 坐前 就是听闻 佛法的时候 虽然这个上师 讲的内涵呢 是非常的准确 就是有道理的 那然后呢 就是 他的内涵呢 就是比较丰富 但是呢 他在讲的这个时候啊 因为他的这个语言 或者是文字的这个表达 那 有一些 出了一些什么呢 问题 就是这些问题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菩萨呢 他因为啊 因为呢 他就是不太那么重视 他所讲的内涵 或者是 里面的理论 那他相反的呢 就是因为这个法师 他的语言 或者是文字的这个问题 表达的这个问题啊 所以呢 他毁办上师 取笑 就是 取笑上师 或者是什么 这里有好几个啊 声音 就是上知识想 声音不恭敬 还有呢 取笑 还有呢 调弄 所以说 就是因为 他的有一些 语言 或者是文字的 表达的这个问题嘛 所以呢 就是 不恭敬 这个师长 取笑他 调弄他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犯了菩萨戒啊 那 这条呢 就是说明了 我们 就是在 听法的时候呢 应该要 这个 我们就是 依法不依 就是依法不依人 还有呢 就是 依义 不依语 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 听法 好 那这个呢 就是 第三十四条 就是 回尸 但依偎 这个 具反导的 这个恶作 那这个呢 就是没有 不具反导的 这个恶作啊 好 那上面呢 就是以上呢 以上的这个三十四条 三十四条的话呢 就是三十四条恶作啊 也就是说 四十六条恶作当中的 以上三十四条呢 是三种持戒当中的 摄上法界的这个相为品 那其中的最后这个三 最后的这个八条的话呢 是智慧的这个相为品 好 那今天呢 今天呢 我们 课就讲到这里啊 那下面呢 应该是 只有一堂课吧 就是 饶欲有情界的这个相为品 有十二种的恶作啊 十二种恶作 好 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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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 好 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了